大家好 首先對於疫情的部分 我想說縣長 副縣長 秘書長 衛福局局長 警察局局長 消防局局長 在座的真的是每個局處的首長 大家都非常心 在這邊我先表達 對你們這次的疫情 對我們連江縣所有相信的付出 表達感謝之意 真的謝謝大家非常辛苦 也感恩我們鄉親 能夠在這麼困難的環境之下 來配合我們連江縣防疫的工作 做得這麼好 也謝謝我們所有的鄉親 能夠極力的配合 今天是我們第七屆第五次的定期大會 這個縣長的施政報告 我首先對縣長施政報告的這裡面 當然所提到的緊急醫療這個部分 我想說先跟縣長就教 在第六月的部分 我想說縣長您應該非常清楚 一到三月這裡面的工作報告上面說 一到三月有二十二彈的緊急醫療這個部分 我想說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我們鄉親對心臟科這個部分的迫切的需求 也迫切的能夠讓我們衛福局聽到我們鄉親的聲音 是不是在這個部分心臟專科的部分 能夠我們連江縣政府 在這個部分的縣立醫院 能夠去規劃 是不是在這個部分 建置一個心臟專科的醫生 讓我們鄉親在第一時間就診的狀況之下 能夠非常精準的評估 我們鄉親的需求 在這個部分 我在這邊特別用這一點的時間 看你的工作報告 就這個部分 我想說縣長您回去研議一下 因為這段時間 我看到我們鄉親 心肌梗塞這個部分的年齡層晚下降 那我們地區的需求 我們民意代表看到這個狀況 聽到這些聲音的時候 我們提出來 希望說縣長你在這個部分 能夠給予協助 能夠給予協助 心臟專科 雖然說我們鄭新的黃主任 對我們地區做了這麼多的貢獻 也做了這麼多的協助 可是還是有一些特別的案例 像這一次送出去的案例 真的是叫天天不應 叫地地不靈 後來還是我們經過委員的協助 然後安排到ICU去 所謂的ICU就是加護病房 所以說我們這一邊的第一時間的建置 弄好 希望說有專科心臟的醫生 然後把這些問題提出來之後 然後有這些建置之後 讓我們相信可以在這方面多一點的放行 好不好 既然這個部分沒問題吧 是不是請主席財師一下 我們縣長先在這個部分做一下答覆 好 請縣長做答覆 謝謝 朝議員 就是關心 地區的整個緊急醫療 以及專科人員 專科醫師的一個訓練 我想隨著地區環境的改變 雖然說這幾年我們醫療 不管人員設備上就持續的進步 但是疾病的形態也是不斷的改變 特別就是心血管疾病的 就是快速的增加 已經對於我們民眾的健康的威脅 是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我希望說在這個部分現在 因為時間的關係 可能今天在這個期程裡面 我時間會排的會稍微短一點 那這裡面我想說我在這邊建議縣長 能不能答覆我 直接答覆我 說再希望說請衛福局或者縣立醫院 去跟台灣的醫院做一個連結 說我們心臟科的部分 能夠做一個見證 是 我想我們這一次就是 衛福局曾局長非常用心 特別邀請正行醫院的 黃文斌心臟科醫師來 四項舞蹈班相親來服務 我想這樣子的成效 是非常好 這樣子的一個服務模式 未來我們會繼續朝這樣子的模式去做 另外我們對於這個醫中計畫 未來就是資源的意思 我們會以心臟科醫師為目標 我們要積極的去爭取 另外對於我們自己訓練的 這要快喔 是 那醫中計畫我們是一年喔 就是一年一次喔 那對在下一年度的這個爭取的這個原額裡面 我們會以心臟科為目標 那當然參議員來說 我們對心臟科專科醫師的訓練喔 我們還是培養自己在地的 我希望說跟台灣的幾個 聯合醫院也好 三軍總醫院也好 獲得核振興也好 是不是能夠在這個部分可以協助 是 這個部分的合作我們會繼續努力 好的 謝謝縣長 縣長 另外一個議題就是 就是你在工作報告上面說 現在我們所謂的辦理自然戰這個部分 那民政處 我已經好幾次的跟處裡面反應 甚至跟您也反應過 就是所謂的土戰的部分 現在目前慢慢慢慢已經在做了 那火戰設備老舊 常常固戰這事情你知道嗎 對 我們現在這個火戰喔 就是有兩組設備 基本上 兩組設備都壞了 那我跟縣長這邊交換意見 給我的訊息是沒有問題的 您 縣長跟你交換的意見 是你們在辦公室交換的意見 現場的處理人員 包含現在一個晚生者 叫翁玉秋先生 他一直跟我反應 已經鍋爐壞到他說 真的是不堪使用的狀況之下 甚至火化到一半 或者三分之一的時候 鍋爐突然停掉 跳掉 可以這樣嗎 我們連家縣政府 應該要尊重這些所謂的晚生者 尊重這些送行者 對不對 現在發現這些問題 不是您在辦公室 香港跟您報告的這些階段 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一而在載藥商發生問題的時候 如何去解決這個問題 才是根本知道 我們不可能火化到一半 你停爐嘛 甚至一千多度的高溫 瞬間掉到兩三百度 甚至在火化的過程裡面 後端的噴火 這都是問題 甚至在場處理的人 問過台灣的這些產商 他說全台灣 全台灣各個縣市 只有你們連江縣 這個過路是最老舊的 是不堪使用的 所以說這個問題 我想說縣長 您回去以後 應該儘快的要求我們民政處 是利用什麼樣的經費 是重新建制 還是如何去維護它 應該要非常清楚的 要讓這些所謂的晚生者 得到尊重 讓這些送行者 能夠平息他的情緒 好不好 這應該沒問題吧 這個問題我再去瞭解 好的 謝謝縣長 另外一個就是 你的工作報告裡面 因為比較繁雜 比較多號 我就今天是工作報告 我先就提一個 您在週報上面也提到 所有的國內的所有的物價 乾財 所有的基礎的建設的需求的 那個漲價的程度 是超過百分之六十的 超過百分之六十 可是呢 我上個會期 我就提出來了 就是說 在你的加速土地處理這個部分 落實黃帝運民 加速辦理各項登記作業的時候 我上一次 我已經提出來了 就是說 在這個部分 目前五足土地 南竿什麼時候審查 在這個審查的過程 當時答覆的前行 是五月初 現在是幾月了 因為五月初那個時候還沒有疫情 還沒有真正突發爆爆量狀況之下 四月底台灣有疫情 我們這邊完全沒有狀況 你那時候答覆說 是五月初可以先行審核 到現在為止 沒有 另外 我們相信的土地權狀要何時拿到 是因為旗程排定 加上疫情的延宕 那當然這個部分 我不予陳述這裡面的需求 那當然我希望說 在這個部分能夠 是不是能夠請我們地政局能夠加速 另外 我們鄉親反映就是說 他們要蓋房子 他們的需求 目前造價成本的提升 都在成長 希望說能夠排除困難 服務鄉親 針對這些鄉親的案件 提早審核 可是到了現在 一直都沒有 看到任何的進展 你看看 從四月份 四月份 五月份 我提的這個案子 你說可以馬上處理的 專案處理的 到現在為止都沒有 那這兩個月 又漲了百分之三十 我們鄉親 既然連下縣政府 要求他們做合法的建物 要申請所謂的建築 一定要經過合余法規 可是 法規的審查 籠藏 加上土地的問題 沒有辦法解決狀況是這樣 一拖再拖 甚至拖了兩三年 像這個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因為 政府的政策 政府的怠惰 或者說政府的執行的能力 太過於薄弱 讓我們鄉親造成這方面的損失 那請問一下連下縣政府 請問一下劉建蘭 請問一下地人局局長 我們鄉親親和以堪 那在這方面的損失 我們連下縣政府 能夠給予補助嗎 能夠給予協助嗎 不可能嘛 是不是 只是鄉親這麼卑微的希望 在土地政策上面 能夠部分的先給予審查 就這麼一個要求 又拖了三個月 又拖了三個月 真的不能這樣 這個部分 先生 您是不是直接可以 先才是我們 告訴本席 告訴所有的鄉親 有需求的鄉親 告訴我們地震局 是不是先予以審查 先以處理 是 謝謝 以標議員 這個 以標議員提的這個案子 之前也報告過 那我們也請地震局 加速 依照民眾的需求 加速來辦理 那這個辦理的過程 是不是碰到什麼困難 或者碰到什麼問題 我想我會再來瞭解 那原則上我也希望說 這個依照民眾的需求 希望說 地震局能夠克服困難 然後加速來辦理 然後地震局 在這個部分 我只一個要求 如果說現場跟你討論之後 能不能在 所謂的馬祖日報 做出說明 讓鄉親提出需求 有多少鄉親 他們的專案 可以先予以審查 是不是 你不能一拖再拖啊 你拖下去 真的讓我們鄉親的損失會更長 更多啊 因為現在這個經濟環境 你 那個拖下去 一棟建築物 一兩千萬 他至少要 多虧損一兩百萬都有啊 多虧損他一兩百萬都有 甚至三四百萬 是不是 讓他支出的成本增加了 對地方 他失去信心了 是不是 在這個部分我希望說現場 您特別要注意一下 然後另外就是我們 我要感謝一下我們縣長 在我們鄉親的一些概念的想法 年輕的小朋友 他共融遊具的這個部分 共融遊具的部分 也謝謝縣長 真的 諸羅也好 城鎮之心的兩個計畫都好 他把這些見證融合在內 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產商不願意過來 那我們也跟產商一直在溝通 希望說他們趕快在 這個大環境之下 我們馬祖疫情 比較不是那麼嚴重的狀況 希望說他們能夠趕快進場 在這個部分 我在這邊特別謝謝縣長 另外 為什麼要提這個問題 就是說 希望 這個會期之後 是 折成我們公務處 還是請我們副縣長 直接 來 成立一個 所謂的 共融遊具 室內空間的建設 在這個部分 我想說 因為 今天是私政報告 我沒有看到 私政報告的 在裡面 所提到這些問題 所以說 我在這邊 特別的 希望縣長 回去之後 能夠折成公務處 或者我們副縣長 來處理所謂的 明年的 共融遊具的室內 整個的建設需求 這沒問題吧 是 我想 共融市遊樂場 一直是我們這幾年 積極在推動的 包含 我們 在 諸羅的亮點道路計畫 以及 城鎮之心 福澳港 城鎮之心 以及 接受澳口的 城鎮之心計畫 我們都把 共融市遊樂場 納進去 有關室內的部分 包含 北竿的這個 北竿的這個 親子館 以及我們樂國體育館的親子館 未來怎麼樣調整 能夠滿足鄉親的需要 我想這個部分 我也請副縣長 就是 密切的注意 但是在未來的一個 建設計畫裡面 都要把一個 共融市遊樂場的這個 概念設計 融入我們地方的公共建設裡面 我希望說 在這個部分縣長 你應該要著重 我們下一代的 整個的 以後的成長環境的 一個需求 好不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真的 我只 後面 我只講到 昨天我們鄉親 在議會所陳述的 這些所謂的 呃 招標案 就是 舉光寒線的這個 寒線的招標案 應該要非常清楚的 因為昨天這裡面 所提到說 鄉親對這個部分 有一些疑慮的 不解的 他不懂的 你們沒有回應的 這些問題 這些問題 應該是不是 責成我們 港務處 或者說交流局 或者說 人家行業 跟這些有疑慮的問題 能夠一併的一次說清楚 好不好 這個部分 我們一定會依據 地方的需求 以及未來的發展 帶動地方的建設 因為公開公平的方式 就是提供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招標過程 當然 就是 對於 參與的廠商 他們有各自的想法 當然 我相信有任何的疑慮 或者有任何的問題 我們都會跟他交換意見 好的 我希望說 在這個部分 不要讓鄉親有太多的疑慮 現在我跟他 充分的說明 就不會有這些爭議 是不是 然後 在最後面 我還是要感謝我們 鄭英華局長 我們縣長 副縣長 也在做的 這次的防疫的成就 有沒有瑕疵 一定會有 沒有所有的事情是完美 在這邊 再次的感謝 我們所有的醫護同仁 跟我們警醫校同仁 在這部分的協助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陳議員請發言 主席